为什么要保经护肾呢 我们知道 经是构成人体和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 肾藏经为先天之本 张景岳认为肾为水火之宅 是死生之痘 它是元气和阴经的生法之源 因此我们在养生上一定要注意保肾经 另外由于肾是五脏六腑的根本 五脏六腑之功能均取决于肾阴肾阳 所以保养肾中的阴阳 也是保养五脏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另外肾经又能主持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 与人的生命过程和衰老密切相关 因此保经护肾就成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凡是肾经足肾中的阴阳充盛 人体就能健康长寿 因此在养生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经护肾 您之内 您能够绻